刚刚呢我们讨论完了吸能吸热反应的状况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同样用脚踏车来讲 放热反应会是怎么样 很简单 今天你的新脚踏车已经装上了高级设备 可是呢最近遇到了一个麻烦 就是哦你的零用钱不够用了 所以呢你只好呢很心痛的呢 把你的这个车头灯跟什么挡泥板 拿去啊变卖 OK 那假设呢这个变卖的时候 它很棒还是可以跟你买原价 所以呢你就发现呢 哎你现在又把这个车的部分零件卖掉以后 它的价值呢又减低了一千元 所以价值变化呢 是后面的减前面的就变成是负一千元 OK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新的脚踏车 变成了被拆解完的脚踏车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式子来表示 比如说呢这个就是叫做 我们还是用这个叫做圆好了 圆脚踏车 只是这次的圆脚踏车呢 已经是这个加装过的了 OK 那圆脚踏车 另外一种写法呢 就是这个圆脚踏车变到新脚踏车的过程 怎么样 我们写一下 变成呢 是你会获得一千块 对不对 因为你变卖了部分的元件嘛 圆脚踏车变成新脚踏车的时候 会多出一千元 好 所以放热反应呢 其实跟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像 举个例子来说 最常见的放热反应呢 就是所谓的燃烧 也就是大部分的东西呢 跟氧这个激烈反应的时候 都会是放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燃烧反应 同时呢 也是这个水的生成的反应 就是呢 我们如果有氢气 还有呢 这个氧气 那变成了这个水蒸气 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写说 Delta H 等于负483.6千焦 有没有发现也是负的 也就是后来产生的这个化学能呢 后来产生的这个反应物的话 这个生成物的化学能 OK 是比呢原本反应物的化学能呢 还来的低的 所以它的Delta H 就很像是价值变化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化学反应热呢 它的这个化学能是减低的 所以是负 那我们这边呢 把状态都加一下 好 都是气态的时候 OK 都是气态 好 那现在呢 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是下面这种圆脚踏车变成新脚踏车 加一千元 那要怎么写 这个让大家自己写写看 这应该不困难嘛 也是一样 把柿子超上 OK 清气跟氧气结合之后呢 燃烧会变成水蒸气 以及能量 写在这里 加上483.6000焦 这个是释放出来的能量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放热 或者是说放能反应 OK 放热 或者是放能 能量会释放出来的反应 好 所以以后呢 如果 你看到反应热是正直的时候呢 怎么样 它就是吸热 或者是吸能 那如果你看到反应热是负值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是放热 或者是放能 那你如果看到热量 是加在反应物这边的时候 这很显然就是什么吸能嘛 反应物吸收的能量 变成产物 或者生成物 那如果你看到能量呢 是写在这个什么产物这一端的时候 就代表反应物变成了产物 加上释放出了一些能量 这个呢 是放能反应 所以这两种表示法 请大家都要熟悉 也要明白它后面的意义哦 最后呢 我们来提醒一个小小的重点 其实算是大大的重点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啊 这个Delta H呢 等于这么多的能量的时候 它真正代表的意思是说 六莫尔的二氧化碳 跟六莫尔的水 会生成一莫尔的葡萄糖 与六莫尔的氧气石 它的能量变化是两千八百零一千焦耳 这个是千 K是千嘛 J是焦耳的意思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这个前面的六六一六呢 你自动要加上 莫尔两个字 OK 你自动要加上 莫尔两个字 千万千万不是代表说什么呢 不是六分子的二氧化碳 跟六分子的水 然后变成一分子的葡萄糖 还有六分子的氧气 然后它的能量是那么多 这样子就太夸张了 OK 所以呢 事实上 这边隐含的意思都是 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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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有最后面这个能量 所以同样的也是两莫尔的氢气 跟一莫尔的氧气 变成两莫尔的水蒸气的时候 它的能量变化是这样子 OK